出鍵 oh stop 啊哈哈哈 啊哈哈哈哈 國學已經不復存在 這都是你口中 那是Piso 背叛 墓葬廢派了我 幫我翻譯在那裡 You better get the fuck out done I said What? 這怎麼要做的啊 這是什麼聲音 我怎麼知道 WTF 霸氣了卡馬牛逼 Hello 大家好 我是Pedia 今天帶來我們的Shotfire Arena 那今天要來繼續我們的這個 改版的解說 在上一次這個 機制上的更新講完之後呢 今天要來講的就是 角色間的平衡 然後還有一些 額外的BUG 對 那首先我們可以來看到的是 這個 黃曹角色的更新 下梯的部分 現在的這個 下梯一階 被擱擋之後 基本上不太可能去摔敵了 因為那個後遙真的很長 沒有錯 就像畫面上看到這個樣子 基本上都會被 對反向懲罰 那再來另外就是 下梯兩階之後 也不會被對面的摔 如果說被擱擋的話 基本上是不會啦 大多數的狀況 對 基本上來講是可以去 反過來做動作的 另外就是下梯 如果成功打中對手的話 那接下來你可以直接摔對手 這是可以 挺有趣的 就是 跟暗影格鬥三是一樣的狀況 你可以看到現在這個 打到的對手 就可以摔他 大部分的情況都是這個樣子 那再來看到是我們紅洲的更新 這一次把他的天賦順序可以做 重置 那首先兩等是我們的烈焰飛行 跟烈焰影響 然後四等是我們的作劇法 還有拉劇人的秘密 六等是我們的安可表演 還有精彩著陸 那八等會是我們的跳舞小丑 還有彩排連擊 十等是我們的表演大師 還有我們的特殊作用 那我們來看到紅洲的動作 首先你可以看到是下拳之後 是可以如果成功的話 是可以接摔的 這是挺有趣的 然後摔之後可以用重拳 那再來來看到是鎧拳式的動作重置 欸對 起手變得非常快 這個後有也變短 那另外可以注意到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呃前拳拳縮短 那此外就是 鎧拳式的充能速度很快 對 那此外這個 貼身使用這個安可表演的話 是會跳到對手後面去的 這點要注意一下 再來就是我們的這個 呃彩排連擊現在不會擠滿了 欸對 現在只會擠到差不多七十趴八十趴 那接下來的角色是我們的瑜伽 瑜伽在這次改版中 這個很多動作都被重置了 所以你現在看到畫面上是正拳 呃 所以動作重置非常多 欸對 基本上 基本上所有動作都被他都被重置了 瑜伽的部分 那現在可以看到是前捲拳 你可以看到他 第一下起手速度變慢 就是前搖變長 然後 第一下接第二階的時候 這個中間的 嗯 時間差變短 非常多 對 手速度變很快 那再來是後拳 這個你可以看到他這個 蹲低 變得 欸蹲更低 然後 途徑也看似 變得更遠 對 那接下來這個摔人之後 我們接下來使用的是 OK nice 光之盾去你的 那 我們等一下光之盾結束 那接下來是下拳 基本上沒有改啦 就是 給各位看一下下拳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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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來到我們的上拳 這個動作改了非常多 首先你可以看到他的 呃 搓的位置很上面 對 更上面了 然後 呃 戳的更遠 然後突擊也更多 呃 第二階之後 對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到他的重拳 現在使用重拳 欸 會被倒地鐵給懲罰到 因為 現在瑜伽的重拳被 呃 調慢了 那現在看到的是 小貓集中對手後 對手的動作 欸對 反應變很快 就是小小的被擊退一下 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先等到 貓咪重置完之後 來個小大貓combo 你看到大貓的呃 啓 起動速度變得非常快 那小大貓combo 也是可以繼續進行的 對 那這一次改動很重要一點就是 呃 我們的 捷克布爾沃克他的 巨大 剛剛一點失誤 欸對 現在捷克布爾沃克的巨大反應 是可以擋大貓的 對 非常便 非常 欸對 可憐的瑜伽 那這下是皇帝喔 他的 呃 對 他 那我發現 不只皇帝啦 好像很多這角色的回 回復的這個 能力 都被提升了 但皇帝是其中最誇張的 你看到一套攻擊 欸 一個前捲卷 回半血 基本上一套攻擊就回滿血 這樣子 好 那在我們繼續接下來的這個 平衡 講解之前 我們來請各位講一下 就是 如果這部影片有幫到你的話 拜託 真的拜託 按下那個 訂閱按鈕 因為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好嗎 對 就是 你看到畫面上那兩個白癡 在那邊跳一跳去 很蠢 但是就是 成為了取悅你們 雖然說我覺得 非黑靈 並沒有在想法 然後也要在這邊 額外感謝一下 我們的非黑靈 這個 多拉蒂夢 幫我們做了這個 這次更新的一個 展示的一個幫手 對 那接下來呢 繼續我們的更新講解 這個 皇帝的罪事者生存 也有一點 對 我覺得應該算是Bug 但是就是 你可以看到現在畫面上這樣子 等到時間到之後 對 這就會滿 超級扯 不操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 上的一個Bug 現在使用重拳 會出現問題 就是 如果說你的重拳第二下 對手經倒地的狀況下 你使用第二下 是打不中對手 像畫面上這樣子 完全打不到 那還有人家 基本上就是只改了 前圈圈的 對 動作方式被修改了 第一下沒有霸體 對 然後第二下才會有霸體 然後第二下打完之後 會把對手推到超級遠 那接下來是我們中式的 一點小NERF 你可以看到這個 現在上拳之後 你是不能直接接後拳的 這個COMBO已經消失了 那摔之後呢 基本上也是 沒辦法用前拳拳 都會被PUNISH 被這個倒地的PUNISH 此外這個摔之後 使用後拳 好像會揮空 那不過 還是可以 還是很強啦 就是摔之後 你還是可以利用跳 來去達成再摔一次的COMBO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五頁的一個小NERF 就是他的正拳速度 對 稍微提慢了一些 那連續使用上面也變慢了一點 對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是我們的這個下拳 這個起手速度變慢 此外這個攻擊距離也縮短了 這是我覺得非常漂亮的一個點 那這個我不確定 但是我覺得好像上拳 進入 呃 暗影一位的時間 變稍微變慢了一點 這我不確定 這我不確定 對 我沒有去直接嘗試 對 所以說這個 我也不太確定 那再來是講這個 前暗影的問題 就是現在這個 我們的五頁的前暗影的 第一下是有可能不會有命中判定的 那再來是這個五頁的一個BUG 就是 這個 這個 處決者 處決者先鋒 對 你看我現在暗影的量 I like when this is going 沒有錯 現在是有可能 這個 擊倒最早之後 我的暗影的量還是滿的 他會直接回滿 呃 他的原理其實 跟阿卓馬的對策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應該是BUG 對 總之現在的五頁使用這個 處決者先鋒 有機會在擊倒對手之後 就是暗影型態 然後擊倒對手之後 回滿暗影型態 而且下一回合還是可以使用 哈哈哈 That's so fucking stupid and dumb 那最後面我們來看到的是 傑克布爾沃克的一個 骨折的一個 判定 好像有一點問題 就是 呃 你看畫面上這個狀況 然後 30層骨折 他直接回滿 那 你到60層骨折 他也是會直接回滿 像畫面上這個樣子 我覺得這個狀況 可能是因為骨折 是直接 減掉對手的最大血量 才會導致這個狀況 但是 這很明顯就是一個BUG 完全不合理 看到62層的這個骨折 直接回滿 這完全不合理啊 所以 嗯 我認為這應該 應該是BUG吧 就是 總而言之傑克布爾沃克 現在的這個骨折 會讓任何人的補險能力 都提升 對 你骨折越多 你補越多 非常扯的BUG 那再次更新內容 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比較值得注意的 或者說 被我注意到的 那這個 中式的這個 上拳之後 如果你往後滾 長跳梯 沒辦法接上拳 這一個東西就 我就不多說了 因為 黃巢的所有倒地騎 接拳拳拳的一個 倒地追擊 全部都沒了 Fuck you Neki 昨天就是這樣子 Peace out 是